这个陈虹老师啊 您从军事专家这个问题角度来 您给解读一下 那就是您看这次印度这个举动 肯定会引发周边国家 特别是巴基斯坦的强烈的反弹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方面 可以讲嘴上的态度表态是相当的强硬 但是实际上出手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克制 您如何理解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这样一种感觉呢 如果从历史上看呢 这两家可不是说只超车不动手 我们讲大仗打了三次 小仗无计其处了 正是因为打了很多的仗 所以不管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 大家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如果真要用战争能解决问题的话 到现在早就解决问题了 正是因为战争解决不了问题 自己还要付出很大代价 所以说呢 说到打仗的时候 说到动手的时候 就都比较谨慎 更何况现在印度巴基斯坦 也都是和国家了 有了和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 一旦打起来可能就是两败俱伤 所以说轻易不能严打 如果说小打的话 那么在克什米尔这儿 特别是卡吉尔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季节站 这个地方属于高原山地 基本上到了夏末的时候 就开始风洞 没法打仗 只要大雪一风扇 对 现在这个季节呢 已经到了停战期了 所以呢 短时间内 即使小打 也不好打 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 光仔的动嘴 不动手